主席藍白河的部分 柯文哲昨天說民調這裡誰比較高 然後綠的都不打頭有疑 是不是他比較弱 那這樣藍白還有辦法談下去 我相信我跟柯主席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知道說民進黨今天會窮一切之手段 希望藍白不合 希望再也不團結 這一定會用各種的方式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說 唯有最後團結一致 才有可能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 不公不義的民進黨 這個是大局 這個大局就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走出這個大局 主席昨天有透露內參民調 能進一步提供更詳細的數字嗎 有立委解讀是要逼科當副省嗎 民進黨一定是這樣去解讀的 我們只是做一個參考 我們參考最大的價值就是 當在野團結的時候 不論是侯市長不論是柯市長都能夠贏過賴清德 這是最重要的 而且不是我這樣做的結果 你看媒體做的也是同樣的參考結果 所以最重要的我們是要團結大家的力量 沒有任何民進黨講的這樣的陰謀 那目前南百合有最新的進度 其實我們現在是第一個 我們在重要的政策議題上面 大家一定是相互合作的 包括這次追查這些所謂的壞蛋或混蛋 或者是造成全民食安議題的話 我相信我們跟民眾黨都是一樣的 只有民進黨是躲起來的 那另外的我們在立法院的黨團之間的合作 我相信接下來下個會期 大家可以看到更進一步的 大家希望能夠一起合作 來發揮最大的監督的力量 那另外呢在立委選區的協調上面 其實也差不多都到了一個段落 那我們繼續努力 我相信在大家堆疊這樣子的一個 團結的氣氛 最後就是一個大局的問題 那大局就是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分裂就是成就了民進黨 成就賴清德 那這是民眾所期待的嗎 我想這是我們大家最後階段 一定要以大局為重 主席想問一下 之前有說跟柯主席有聯繫 那因為今天總召有說藍白河 在召為選舉有可能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那想問一下主席 跟柯主席喝咖啡了嗎 其實我們跟 我跟柯主席是舊室 那我們一定都是保持聯繫 有這樣子的一個共同的目標 都是希望台灣能夠更好 一些重要的政策 重要的議題 或者是將來政府的改革 兩岸的和平上面都會有共識 有媒體報導 不管是黨中還是侯正營財務 都有拉警報的狀況 國民黨自從被民進黨清算以後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根本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資源 但是我們都是這樣子秉持 我們這樣子的意志力跟決心 在打每一場的選戰 大家可以看到去年也是如此 今年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我很感動的 就像這一次侯友宜去美國訪問 我們沒有任何的行政資源 我們沒有任何的這個經濟的資源 但是我們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我們這些少數的志工 加上我們最偉大的我們僑界的力量 才能夠讓侯市長這一次的訪問 非常的順利成功 你可以想想看說 可以最快的速度 我們可以短短幾天 我們有這麼多的智庫學者參加 這麼多的國會議員 來跟侯友宜見面 這些都是表示 國民黨團結的力量有多大 那個有傳出說 國民黨團有可能在衛環委員會 所以禮浪民眾黨的吳欣穎 想問一下總召有這個部分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這有可能 因為我們還在跟民眾黨黨團協商 我一直跟邱成元總召都有聯絡 就是看看教育委員會 跟衛環委員會怎麼去合作 那有初步的共識 那可能會達成共識 那這也是藍白河好的開始 基本上就是從黨團的合作開始 從25號有關趙委的選舉 到後續草委的攻防 或者是草案的法案的提出 等等連署 我們都可以做更好的合作 我剛剛想問 因為維州哥昨天有說 就是藍白河出了趙委選舉 可能包含像侯市長提出的一些證件 像巴士亮表的廢除 他希望民眾黨團這邊也必須要支持 那這個部分有跟邱總召有談好了嗎 其實證件的部分 大方向都非常的相似 尤其是巴士亮表的部分 或者有一些證件 尤其是像經濟的議題改善低薪 基本上沒有特別意識形態 我覺得大方向是一致 那我要特別提到 為什麼藍白河會水到渠成 因為大方向一致 驅動藍白河的最重要力量是什麼 是超過六成五的民眾 認為要下降民進黨 所以他這一股力量 是個民意為基礎驅動藍白河 我個人認為早晚會水到渠成 董哥另外想問一下 因為上一次臨時那個民眾 民進黨派出柯總召跟邱太元委員 去找吳欣營委員 那這次有想辦法去防災 民進黨團又突然從中干涉嗎 這個事情我們會緩緩 所以我們起步非常早 起步非常早 一個月前我們就開始談了啦 所以應該會有共識 我會幫你們想說 現在是董哥民眾委員提到說 這次的召我們會跟你們合作 那這邊是大概看的怎麼樣 我想立法院現在是第八會期 是預算會期 那除了相關的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需要來嚴格審查之外 有非常多的民生法案也是大家所關注的 不管說是最低工資法 交通安全基本法 甚至是這個所謂的房屋稅條例 囤房稅的部分 這都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那民眾黨團在每個會期的招委選舉 當然各黨都會來爭取有合作的一個機會 那民眾黨團不管說過去七個會期 在不同的委員會跟不同的招委選舉 我們也都會針對在保有台灣民眾黨的主體性 跟我們堅持的理念價值的一個前提之下 來保持跟各黨開放的態度 跟合作的一個機會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我們一貫的態度 這個委員提到說你們已經談了一個禮拜 那是委員你們這邊找他還是他來找你這樣 這個合作 我想我身為台灣民眾黨黨團的總召 我跟各個政黨的黨邊跟總召 都保持密切的溝通管道 那至於說不管說是在議題上的討論 跟相關國會議事工房的一個溝通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持續都有進行中 那我想針對招委選舉的部分 我們也要經過這個禮拜的黨團會議 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那最後才會來得出結論 那對於各黨的一個發言 我們都尊重 那我們也都保持開放的態度 現在有人在講說 議員會不會成為一個藍白河的一個典範或基金 進而延伸到什麼程度 我想對於民進黨這七年多的執政 將近八年的執政 可以看到很多的政策是讓人失望的 那不管說是近期超市這個雞蛋的一個爭議 那衍生出來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有沒有圖利特定廠商 第二個農業部跟行政院 對於整個產銷失衡調解的問題 造成五千多萬顆雞蛋的浪費 第三個衍生後續的食安問題 甚至造成消費者信心的一個低落 還有不管說是綠能雲爆的這個 疑似黑金的利益結構的一個案件 還有近期南部的一個登革樂 甚至之前的高端疫苗 其實非常多錯誤的政策 讓人民都非常的憤怒 還有前瞻預算的這一種大撒幣式的一個方式 所以對於執政黨的監督 當然我想在野黨會有非常多相同的主張 跟共同的一個目標 我想這個部分身為一個負責的在野黨 在國會中對於執政黨的監督 這個方向是一致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對於這個國會 因為我們這邊是立法院 對於國會之間我們相關的議題 本來都有保有競爭跟合作的一個空間 至於選舉的部分 我想這個是黨中央跟競選辦公室這邊的層次 可能就也不是以國會這邊為主 對於這個